大家好,我是格子 都说这个猪肉烙价了 那今天格子带大家看看北京这边的猪肉 卖多少钱一斤,好不好? 那咱们马上出发! 这猪肉多少钱一斤啊? 原价是82是吧? 那有没有便宜点的猪肉? 背头吧 这种啊,75块半 大家可能也看到了 在北京这边呢,想吃点排骨啊 82一斤啊 你说这件下不下人? 我这都没买啊 然后这个,买了点鱼回来 因为这鱼才这个三四十一斤啊 我说你这猪好,厚老脏的,又吃饲料 好,我原来小时候还去过猪圈呢 可臭了,哎呦,一闻那味都我,你想吐 你说这么一玩意,还卖八十多一斤啊 你说这鱼多干净,跟水里油啊 而且吃完就不长肉啊 所以我这边就买鱼了啊 所以我感觉呢,这猪肉啊 反正北京这边啊 都是这个,最便宜的也得四五十一斤啊 最贵的,你像我刚才看那个八十多一斤啊 所以我并没觉得这个猪肉烙价了啊 其实我觉得猪肉没什么可吃的,真的 还不如吃牛羊肉呢 这牛羊肉吃草啊 那个肉吃完了还长劲呢,对不对 好,那朋友们,那你们家那头的猪肉多少钱一斤呢 也是这么贵吗 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啊 咱们相互交流 那这期的vlog呢就到此为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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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